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的恩怜 又是美好的一天 每一天早上 你都要带着一个信心 知道今天必有美好的事要 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从二十五节 我们读完这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 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人 不先坐下算计发挥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这个人开了工 却不能完工 或是一个王出去 让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佐俩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 领养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 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投和喜的条款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腿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言本是好的 言若是个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写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弟兄姐妹 耶稣比较罕见的就是 说到很严重的话的时候 他就会说到一个词 就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一段话 那我们读了以后 我想大家的心情都蛮沉重 好像我是不是 我到底合不合 合不合 这个合不合格 而耶稣的条件 是不是太过于高超 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在说一个 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他讲到一个征战 讲到一个建造 那这个不是 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弟兄姐妹 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他一同完成 完成一个伟大的工程 跟他一同去赴一个 非常伟大的战争 而这个战争 从圣经看 我们一定得胜 而这个建造的工程 也一定会完成 就是西耶路撒冷 弟兄姐妹 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发生 波斯湾的战争 美国就出兵了 那那时候有一个女兵 他就沉寝了 因为他刚刚生产 那贝比才六个星期 而他的部队 要派出去 要到波斯湾去参战 所以他希望 能够请假 可以不必跟随这个部队 出去出征 这个事情 还闹得蛮大的 引起全国的注意 很多人就同情这个妈妈 希望军队可以网开一面 让这个妈妈 不必跟随军队出去打仗 那这件事情 还甚至 沉寝到国防部去 那后来 国防部长 竟然 否决了 这一个妈妈的沉寝 理由是因为 他是军人 他是军人 那当然他是妈妈 妈妈有妈妈的天使 可是军人的天使 大过妈妈的天使 军人的天使 是国家第一 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不要说儿女 家庭 连自己的生命 都一样要牺牲 那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 这一段的故事 如果你能够了解 你就可以了解 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 你就不会觉得 耶稣的标准 是不是定得太高 太绝了 太绝了 一样的 十年寒窗 寒窗 代价是不是太高呢 那是要看 是不是 可不可以换得 有一招可以金榜提名 金榜提名 我有一个弟兄 在新竹科学园局里面 这工作 那他每一天 工作常常 不是八个小时 是十二个小时 甚至十五个小时 有时候加班 一直加班到天亮 接下去 就接下去 第二天继续上班 那弟兄姐妹 你说这样子的工作 哪能做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了解 你能够知道 你知道他到年终的时候 他的奖金 他的bonus是五百万 五百万 那你就看 为什么这些人 愿意 他不是一天八小时 一个礼拜 要周休二日 他绝对不会 对不会在乎 周休二日 还是一日 他不会在乎的 他每一天都做 为什么弟兄姐妹 因为他知道 那个代价 是值得的 是值得 那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跟随耶稣会怎样呢 耶稣在另外一段的圣经 讲到这些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在今生可以得到百倍 就是在哪里 就是他所舍弃的 父母 妻子 儿女 家产 跟他自己的生命 他会得到百倍的 百倍的收成 而会 在来世 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亲口 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回应 那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是 是这样子的 荣耀的结果 那耶稣是万王之王 他不是要带我们 成为 这个 耶稣基督的 国度里面的精兵 他让我们成为 一个君王 跟着耶稣基督 一同得着这个宇宙 迎回这个宇宙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所以耶稣的呼召 是门徒的呼召 也是一个君王的呼召 也是一个国度的呼召 这是一个 非常荣耀的呼召 那讲到这里 耶稣就不得不把 真实的情景告诉我们 耶稣不能够呼召 不能够 得救是很简单 可是你要坐在宝座上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弟兄姐妹 别忘记 没有征战 就没有得胜 没有得胜 你就不能够做王 你就不能够掌权 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 对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但是你不要惧怕 你说这我们怎么做得到 怎么做到 弟兄姐妹 耶稣 当耶稣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说我愿意 弟兄姐妹 真理 耶稣不但把真理带来 弟兄姐妹 真的 你要跟随耶稣 就是这样子 但是弟兄姐妹 别忘记 耶稣不但把真理带来 也把一个东西带来 就是恩典 恩典可以拖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走过 我们所不能的 我们所不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耶稣把一个很重要的恩典给我们 就是给我们教会 其实跟随耶稣基督 就是活在教会里面 从教会开始吧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当你在教会里面 你就很容易 你就很容易开始学习怎样 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国度就是一直在地上 国度的代表就是教会 你怎样跟随耶稣 就是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你委身在教会的培育系统 委身在教会的小组的牧养 的里面 委身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服饰 委身在教会里面 你要用财物来学习奉献 弟兄姐妹 这一线一步一步就把你带进 一个荣耀的战争里面 弟兄姐妹 看见教会 慢慢逐渐 借着你的奉献 借着你的服饰 借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你看见 你就开始把教会建立起来 这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所讲的 那个建造 那个伟大的建筑 伟大的建筑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是 要不要付代价 当然要付代价 但是别忘记 后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恩典 恩典扶着你 让你能够走上去 恩典 让你走上去 当然这也是一个 真战 所以弟兄姐妹 在真战的里面 你不能够到了前线 还有人说 哎呦 我很害怕 我有儿子 我需要回家顾我 那弟兄姐妹 你知道 如果这样子 这个军队 根本就不能打 弟兄姐妹 耶稣在顾着我们 把神的果摆在地 圣经告诉 耶稣 议许我们 你所需用的 这一切都会怎么样 加给我们 是不是 加给我们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别忘记 耶稣的议许 耶稣的恩典 就是你可以在地上 在你的人际的关系 就是你的家人的关系 还有你朋友的关系 你职场上的关系 还有你自己 生命的丰富的问题 你的思想 情感 意志 这个生命不是指着 你的活着 还是会死 那个生命是指着 你的魂生命 你的魂生命 亲爱弟弟兄姐妹 感谢主 当你在教会里面 就是学习放下你自己 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实质 跟从耶稣 所以到了教会里面 不是照你的方法 来侍奉神 乃是照着教会 照着牧师 所告诉你的 来服侍 弟兄姐妹 你这样走 你就会一直走在 这一个荣耀的道路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真理是这样子 没有错 弟兄姐妹感谢主 耶稣没有 把这个标准降低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走上去怎么办 怎么走得上去 弟兄姐妹 恩典把我们拖上去 历世历代 多少的圣徒 都是走在 这一条荣耀的道路里面 到永世里面 你会看见 你可以跟耶稣一起作息 跟保罗一同作息 跟约翰一起同作息 跟第一个世代的 第一个世纪的 那些教父 一起 一起作息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是有权 有份 有纪念的 阿们 上帝赐福给你 有姐妹 别忘记 今天就是走在 这一条荣耀的道路里面 阿们 阿们